一年一度的金风香落神花祭系列活动在这个周末即将开跑 除了有落神花公主的选拔,统落神花比赛之外 这次金风香公所特别结合乡内的店家与社区发展协会 推出多项部落游城 让游客可以在11、12月份可以畅游金风香 认识在地美食、生活文化 金风香一年一度的落神花祭系列活动 这个周末即将开跑 除了有落神公主选拔,统落神花比赛之外 这次金风香公所特别结合乡内店家与社区发展协会 推出多项部落游城 让游客在11、12月份可以畅游金风香 认识在地美食、生活文化 马可罗幸福小藏 他是以开球的体验为主 当然有配合一些阿百的体验 能动手做午餐等等 还有我们的生态导览 嘉然社区发展协会 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攀树的一个体验 那还有这个工件的一个制作 来做一个导览的一个主轴规划 甚至还有石板屋的一个农室体验 金风香公所表示 借由活动联合部落店家规划一系列游城 让店家不需单打独斗 透过整合串联行销推广 部落观光旅游产业 花季的期间 我们乡内都有部落旅游的行程 那工所这边是扮演一个辅导的角色 那我们希望这些游城能够借由工所这边 来做一个包装 然后也做协助推广跟行销 各个游城并不是只是一个个人单独作战的一个方式 我们更希望整个产业它是有串联的方式 来做一个团体的作战 让整个金风香的项目业者 能够合作起来做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概念 这次共有四个游城 游客可以到金风香公所官网查询 借由游城体验来感受金风香的人文风情 就讲解金风香报道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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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